哈喽老师,这部影片是教老师们如何注册MyViewBot的账号以及启用MyViewBot的软体 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打开浏览器,我们来搜寻MyViewBot.com吧 打开浏览器之后呢,在搜寻列这边我们输入myboboard 第一个网站就是我们的MyViewBot.com 然后记得进来之后右上角有个立即注册,点一下 那你就会看到你最常使用的有没有在这里呢 如果你是使用这边的账号去做注册的话,不用再收认真信 可是如果你不是这四种账号的话,例如雅虎或者是哈喽 那记得填写完资讯之后要记得去信箱收信哦 那现在呢,我是已经注册过了,所以我可以直接做登录 好,那老师们刚刚这边再帮你复习一次 如果你是这四种账号的老师,记得直接做注册就好 那如果你是其他账号的老师,要填写资讯 然后呢,要记得去收信件哦,要记得去收信件 这个是如果,如果是新账号的老师的话,你会有这样子可能会需要填写的账号和密码的动作 那我们会看到,如果是你们第一次注册成功的话,会出现欢迎的画面,欢迎某某某 我们要来客制欢迎的体验,这时候老师就把资讯填写下来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是养护或者是哈喽老师,记得要到我们的信箱收信 然后按下按键,他会告诉你启用完成,那你就成功了 OK,好,那现在呢,要去哪里点此下载呢 我们刚才啊,应该也成功登录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黄黄的地方看到download这个字 点下去,他就会直接开始下载 或者是这里有个下载区,这里有个下载区,点一下 数位白版,然后windows版本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做下载的动作存档就好了 好,那老师们,你们现在应该正在就是做下载和安装的动作 如果当你安装好了之后呢 你的桌面就会出现我们这个图案,有没有 我们会出现这个图案,点它两下,点它两下 你就会出现我现在框起来的这个画面 他会问你,不是问你,他会告诉你 请启用我们这个软体,请启用我们这个软体 请启用它 好,那你点下去之后啊,你点下去之后 他会告诉你,填写电子信箱地址 这个电子信箱地址要有效的 也就是你最常收信的那个地址 把它填进去,要填两次一样的 当你填完之后,他会告诉你 请不要忘记去检查你的请用信件 我们来看一下 你启用完了之后,记得去收信 一样是我们myvwork.com 我会寄给你一封信,点下这个按键 它会告诉你,成功启用了 成功启用了之后,记得把我们这一整个软体做关闭 关闭就是这个叉叉,点下去把它关起来 再重新打开,你就会发现你的画面不太一样了 原本我们这里的画面是启用两个字,对不对 是启用两个字,启用 但是现在,老师有没有看到 换成了什么?换成了请你登录账号 那表示你已经成功注册账号 你也已经成功启用软体了 这部影片就教老师这两个功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